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韩联社报道,韩国国会9月21日通过了对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的拘留统一案。 李在明此前进行爵士抗议已超过20天。 他的被捕意味着韩国历史上首次试图逮捕最大在野党领袖。 李在明的指控包括受贿和独职等。 审查结果将由法院决定。 拘留同一案通过后,共同民主党国会党团领导班子已集体引就辞职,内战将持续。 这场内斗背后,党内不同意见、政治报复等因素都在发挥着作用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